受防疫措施的影响 国人无法到滨海湾一带欢度国庆 转而到海边或者是其他的公园也参庆祝 一些地方更是聚集了人潮 等待军机飞越上空的那一刻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悬挂巨型国旗的直升机和战斗机 飞越东海岸上空时 在海边驻守的民众纷纷拿起手机 拍下壮观的一幕 东海岸公园一大早就迎来不少家庭 他们自备草席帐篷和食物 边野餐边等待军机飞过的瞬间 我们早上八点多就过来了 然后有看到那个战斗机还有国旗 我们过去五年多是在香港 今年就比较特别 可以在新加坡一起庆祝 晚年通常会看NDP在那个拍档 所以今年因为是疫情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什么活动 通常我们是会去我们的父母之家 去看那个parade 可是今年因为没有那个parade 所以我们就带孩子来海滩 看那些直升机跟飞机 所以他们也是很乐意庆祝国庆节 新加坡是日快乐 白沙公园也十分热闹 大清早就有二十多名 穿着红色上衣的年长者 在公园一脚打太极 每一年的国庆日我们都会在这边练太极 所以为了庆祝国家的生日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穿红白 今天比较多 差不多有五十八仙 因为好多小孩子 为国家庆祝 希望大家过得平平安安 国家也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受访民众表示 今天的访客比周末还要多 现场也见到安全距离大使巡逻 确保人们保持安全距离